大家好 我是杰妮 这视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在春秋季节种植的七种豆子 由我的老公皮特来做实际操作 我的视频都含有中文和英文的字幕 请大家打开字幕 这样看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有句老话叫懒人种豆 这句话说得很确切 通过我种豆的实现 感觉到种豆确实很简单 我总结出了几个种豆的简单经验 第一,先给土壤施一些鸡肥 鸡肥可以用鸡粪、牛粪等 第二,把土地生根、疏松 再平整好 三,根据各种种子 对季节和温度的要求 选对种子后下种 四,在植物生长中期 施一次追肥 下面给大家盘点一下 我在春秋天种植的七种豆子 并简单介绍这几种豆子的种植方法 日后随着它们的逐渐长大 我会跟踪做每种豆子的独立视频 与大家分享 一,四季豆的种植 四季豆或称为豆角 种植时间通常为北半球的春天 一般在四月份 或者是在南半球的春天 一般在十月份 种植时不用育苗 直接把种子埋到三到四厘米的深度就行了 每棵的种植间距 大约四十厘米 在植株开花前 需要搭架防止倒幅 四季豆的根系发达 侧根多 较耐旱而不耐捞 所以不要过分的浇水 从下种后约八十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 如果一个小家庭种六颗的话呢 就已经可以吃得心满意足了 二,长刚豆或称长豆角 是常见的蔬菜品种 种植也非常简单 长刚豆的播种期很长 从北半球的四月到六月之间 均能播种 南半球的播种时间在十月份左右 播种时不用育苗 直接把种子在土壤里埋到三厘米左右的深度就行了 每棵的种植距离在四十厘米左右 长刚豆的出苗比较慢 播种后要到二到三周才开始出苗 当苗长到四十厘米左右时 需要给它们搭架傍慢 根据品种的不同 从下种到采收 一般需要十二个星期左右 我种了十二棵 等到成熟的时候 真的是每天都有成熟的长刚豆可以摘 感觉实在是种的太多了 根本就吃不完 再种的时候 准备种一半的量就够了 三,扁豆的种植 扁豆种子发芽的温度在二十摄氏度左右 种子不用浸泡 在每个坑里 直接把三到四粒种子 埋到三厘米左右的深度就行了 每个坑的间距在四十厘米左右 最好在拨下种子后 放一个防鸟的网格 防止鸟把种子扒出来吃了 在出苗后 每个坑里 拔去两棵比较弱小的苗 留下两棵健壮的苗 当植株长到四十厘米左右时 需要搭架绑慢 种植扁豆非常容易 只要控制好温度 浇水的次数就行了 我种了两种扁豆 一种是青扁豆 一种是紫扁豆 从下种到收获 需要十二个星期左右 四、长扁豆的种植 长扁豆喜欢生长在温暖的环境里 如果想种在地里的话呢 请确保双冻期过了以后再播种 在春季和夏季都可以播种 播种时不用育苗 直接把种子埋到潮湿的土壤里 大约2.5到3厘米的深度就行了 每棵的种植间距在50厘米左右 下种后的两天内避免浇水 大约7到10天就能出苗了 当植株长到40厘米左右时 要适当地掐掉顶端的芽 来帮助植株长出侧枝来 从下种到栽收需要10个星期左右 5. 荷兰豆的种植 荷兰豆或称为雪豆 它耐寒而不耐热 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基本上可以在各种土壤里生长 种植一般分为春秋两茬 春季栽培的话 在北半球的播种季节 一般在三月份左右 在进入夏季高温之前 就可以采收了 种植时可以先育苗 或者直接把种子埋到 4到5厘米的深度就行了 我是先育苗 然后再把苗移栽到地里的 出苗后要定期浇水 我种的是矮化了的雪豆 当植株长到大约30厘米高时 要给它们搭架 帮助植株的生长 播种后 大约7到10天出苗 我是在南半球的秋季 三月间下的种子 在当年的八九月 便可采收了 六 蝉豆的种植 蝉豆能够耐受摄氏 零下四度的低温 但不耐热 最适合的生长温度 在20到25摄氏度 在北半球的播种季节 是在秋天的9到10月 而在南半球是4月份左右 下种前最好把种子浸泡几天 等到种子发胖后 把种子埋到土壤里 5厘米左右的深度 每颗的种植间距 在60厘米左右 当植树开花后 我们从底部往上数 数到有13层花的时候 要掐掉顶端的芽 让下面的蝉豆能长得更加壮实 种蝉豆非常简单 去年我在九平方的土地上 种了十几棵 收获了超过了22公斤的蝉豆 如果您对种植蝉豆 有进一步的兴趣的话呢 欢迎进入我的频道 观看有关蝉豆种植的详细过程 7. 甜豆的种植 甜豆又称为甜碗豆 是一种喜欢在较冷的 光照充足的环境里生长的植物 但不耐热 在肥力中等的土地里 都可以种植 一年两季 在夏末和秋末均可下种 种植时可以先育苗 或直接把种子 在土壤里埋到5厘米左右的深度就行 我事先育苗 然后再把苗移栽到地里的 从夏种到采收 需要14个星期左右 如果您对种植甜碗豆 有进一步兴趣了解的话呢 欢迎进入到我的频道 观看有关甜豆种植的详细过程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分享点赞 谢谢观看 谢谢订阅